我们先来看一张图,从图中可以看到,麦迪已经很生气了,而绿军的球员却还拿手指着麦迪的脑门。 你们肯定要问这名球员是谁,敢这么大胆,这位球员名叫埃迪豪斯,他当时为何如此嚣张,指着麦迪的脑门说着挑衅的话,让我们慢慢说,麦迪是NBA中极具个性的球员,早期的麦迪在球场是脾气很爆炸的,敢惹麦迪确实没几个。 而在08年的一场系列在中,麦迪在防守中一肩膀连推带撞先翻了沃克,双方险些冲突,但幸好被队友拉开,但此时埃迪豪斯却走到麦迪身边指着麦迪的脑门说季后赛你等着,麦迪感觉自己受到了耻辱正要揍豪斯的时候,双方队员都走了过来。 最终也被分开,要知道当时麦迪场上打架可是完全不送的,敢对麦迪这样做的人还不多。 但也绝非没有,上一个我记得在中国,叫吉哲,这一点,豪斯和吉哲独一档,11年重返热祸的豪斯,当时詹姆斯的加盟立马让麦阿密打进总决赛, 可是却被诺维斯基的达拉斯小牛连翻四场,他跑空斩姆斯态度消极,放弃了比赛。 最后总结下,埃迪豪斯职业生涯效力过效力过久之球队,在2008年凯尔特人夺冠,在凯尔特人担任龙多与雷阿伦的替补,是一名不错的双门位。 豪斯有一手不错的三分绝技,出手很快,职业生涯场均7.6分1.7完板1.6助攻,因身高不足,速度力量一般,所以防守并不优秀,但是他在防守端还是很强硬。 2011年12月24日,热火宣布裁掉爱迪豪斯,豪斯宣布退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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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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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